卡尔萨根曾经说过,宇宙中的恒星比地球上的沙子还多。 2016年天文学界根据20年来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数据,预估可观测宇宙内有2万亿个星系。 在恒星数量比沙子还多的宇宙中,能容纳130万个地球的太阳,只是一颗普普通通的黄矮星,质量和大小都乏善可尘。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人类已知的体积最大的恒星都是盾牌座UY。 45亿倍太阳体积的盾牌座UY,如果和太阳互换位置,那么土星轨道内的太阳系天体都将被盾牌座UY吞噬。 但可惜的是,盾牌座UY体积最大恒星的宝座已经保不住了。 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的恒星为史迪文森218,它的直径为30亿千米,体积大到能装下一百亿颗太阳。 如果把它和太阳互换位置,那么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、小行星带、木星、土星,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太阳系成员都将被恒星吞噬。 抖音